不但能自立 更透过回向 利益众生 所以修功德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片清静心喔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昆明的吴女士经营普尔茶生意多年 很多外地的茶商都会到她那里采购普尔茶 因此她的茶叶生意是蒸蒸欲上 吴姐 今年普尔茶的价钱不错 看来你又能发一笔财了 是啊 最近几年普尔茶的行情是一年 比一年好 吴姐 你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了 我的生意好 还不都是由你们几位老客户帮忙照顾吗 有钱当然要大家一起赚啊 对对有钱一起赚 时间不早了 今天中午我请客 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美食 哇那先谢谢吴姐了 吴女士有一个最大的嗜好 那就是爱吃醉虾 每次和客户或朋友吃饭 她一定会点这道菜 并极力推荐给他人一起享用 嗯 吴姐 你太客气了 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啊 你们远道而来 我当然要好好尽尽地主之一啊 还有一道很特别的菜还没上呢 吴姐 这些菜已经够吃了 不用再上了 这些菜可以不上 但那道菜是一定要上的 哦 是吗 是什么菜啊 对了 醉虾还没上呢 吴姐吃饭 没有醉虾怎么行 醉虾 是啊 你还不知道吧 吴姐最喜欢吃醉虾了 每次吃饭 她都会叫这道菜 不瞒你说 我也是因为 先前吴姐请我吃过 才喜欢上这道菜的 是啊 每次和朋友一起吃饭 我都会推荐这道菜 很多朋友 也因为我的介绍 喜欢上了这道 风味独特的菜 我认为美食就应该要和朋友 一起分享才对 醉虾被端上桌的时候 都只是半醉状态 因此盘子里的虾 有些人会不自主地扭动着身躯和虾脚 天呐 它们都还是活的 这 这要怎么吃啊 哈哈哈哈 你的反应 跟我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时候一样 你试试看 它的味道非常鲜美呢 我认为 醉虾是最能将虾的鲜甜 完全发挥出来的一道菜 嗯 真是太好吃了 嗯 嗯 好鲜甜呢 要不是吴姐 我哪里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呢 来 你也尝尝 味道很棒的 哎呀 真的很美味耶 当然了 我说的没错吧 这一天 吴女士又招待一位客户去吃醉虾 然而 这位客户因学佛多年 深知杀生罪业的身重 于是 她便好言相劝 希望吴女士不要再吃这种残忍无比的菜肴 佩芳 今天我请你吃一道非常特别的菜 我相信你吃了以后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哦 是吗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真想尝尝那道特别的菜了 你看 就是这个 啊 是醉虾 怎么 你也吃过这道菜 是不是很美味啊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道醉虾了 吴姐 你以后不要再吃这道菜了 不要吃这道菜 为什么呀 为了口腹之欲而杀生 原本就是极大的罪业 而这道菜的吃法更是残忍 你常年都吃 不知已经累积了多少罪业在身上 再这样下去恐怕是会遭到报应的 报应 喜欢吃醉虾就会遭报应 配方 你说得也太严重了吧 吴姐 你可千万别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等那天报应降临到你身上时 那可就来不及了 我还真不相信什么报应的 不过就是一道菜而已嘛 世上居然有这么美味的佳肴 我们怎么能不吃呢 唉 吴女士对这道菜实在是太喜欢了 所以她根本没将别人的劝说当回事 依旧我行我素吃着醉虾 谈吃醉虾的吴女士很快便遭到了果报 她的茶庄遭窃了 你店里都丢了些什么呢 我炙茶的设备被偷走了 那台机器价值好几十万呀 还有茶叶也被搬光光了 我以后该怎么办才好啊 好可怜哦 东西都被偷光了 是啊 我想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意太好了 才会引来小偷的 真是损失惨重啊 那位学佛的客户得知吴女士的情况好 深知这是果报降临了 于是她再一次去规劝吴女士不要杀生 以免遭到更严重的果报 咦 佩芳 怎么是你 吴姐 你怎么还在吃醉虾啊 佩芳 你不知道 我的店遭小偷了 损失惨重啊 我心情不好 所以就来吃点好吃的饭菜 可是你想过没有 正是因为你探吃醉虾 才会遭到果报 这次只是损失了一些钱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那可是会遭到更严厉的报应啊 你可真能扯啊 我的店被偷 怎么会和吃醉虾有关系呢 怎么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佩芳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你就别再烦我了行不行啊 很快 更严厉的果报 降临到了吴女士身上 她的腰部异常肿胀与疼痛 于是便去医院做个检查 医生 我究竟得了什么病啊 我的腰又肿又痛的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这是肾积水 啊 肾积水 这病严不严重啊 现在还不太严重 经过治疗很快就可以痊愈的 那我就放心了 学佛的客户得知吴女士生病中院后 便前去探望 吴姐 你现在相信因果了吧 以后不要再吃醉虾了 有时间就赶紧去放生 多几点善缘吧 佩芳 你是说我得了这病 是因为吃醉虾而遭到了果报 是啊 你想太多了吧 哪有人不会生病的 生病是因为吃了醉虾 这是什么跟什么 结果两个多月过去了 吴女士原本不是很严重的病 却还没治好 不管是中医 西医 还是偏方 对她来说都不起作用 于是她决定听那位学佛客户的话 那天起 吴女士便开始进行放生 她去菜市场买了一公斤多的河虾 然后将它们放回到河里 看到河虾在水里悠悠的那一刹那 她的心里莫名激动 以前从没想过这些小东西也是有生命的 直到这一刻才发现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 过去我因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了那么多的醉虾 真是太不应该了 从放生的那天起 吴女士吃下去的药开始发挥作用了 过没多久竟然就起鸡般的康复了 天哪 我的病真的好了 是啊 治疗了两个多月都不见好转 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好了呢 真是奇迹啊 没想到我的病 真的是因为过去吃太多醉下 而遭到的果报啊 看来因果报应真是不能不幸啊 通人性的鳄鱼 非洲中部有个国家叫萨伊 萨伊境内有条开塞河 河西有座重镇叫伊莱伯 镇外有许多小村庄 其中有个村子的人大都以大鱼为生 这个村子里有个渔夫名叫鲁库 因为小时候一条腿摔断了 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如今四十几岁了 仍单身一人 鲁库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家里没有食物了 我去河里看看能否抓到一些鱼 鲁库他可真可怜啊 四十多岁了还一个人独自生活 是啊 这都因为他年轻时候的那次受伤 让他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所以谁家的女孩会愿意 嫁给他这么一个残疾人呢 鲁库划着小船 沿着开塞河的浅滩 一路寻找鱼群 这时他看到河滩上 有只小鳄鱼在缓缓地爬动着 看样子这小家伙出事还不到一年 他是跟他的妈妈走散了 还是自个儿独立生活 出来觅食的呢 鲁库猜不准 他只是觉得这小家伙挺可爱的 就在鲁库将小船轻轻地划过去时 忽然河滩上的草丛一阵晃动 随即一条六米多长的大蟒蛇 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一口叼住了小鳄鱼的尾巴 小鳄鱼使劲摇晃身躯 扭动四肢 但怎么也睁不脱大蟒蛇的嘴巴 大蟒蛇昂着头 缓缓地转过身去 准备找个地方去享用这美味的小鳄鱼了 鲁库被这可怕的场面吓呆了 他本可掉转船头 滑到对岸去 可是他不知为什么 他喜欢那只小鳄鱼 他要救出那只小鳄鱼 于是他举起了船上的鱼叉 朝那条大蟒蛇猛直过去 鱼叉刺中了大蟒蛇的尾巴 他痛得急忙松开了小鳄鱼 飞快地跑走了 鲁库急忙将船靠岸 救起了那只小鳄鱼 并且将它放到船上 成年的鳄鱼那样丑陋凶恶 没想到它们小的时候还蛮可爱的 不如我就将你养着 让我们俩做个伴吧 小鳄鱼的伤势不重 小船一靠岸 它竟自个儿爬到了岸上 鲁库觉得奇怪 想看它究竟会往哪里爬 怪事发生了 这只小鳄鱼趴着不动 没多久它竟仰起头 转动着小眼睛看了看鲁库 鲁库笑笑朝毛巫走去 小鳄鱼拨动四肢 紧紧地跟了上去 鲁库进屋 它也爬进了屋内 鲁库坐在矮凳上 小鳄鱼就乖乖地扶在它脚边 仰头看看 还快乐地甩了甩尾巴 小家伙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小家伙 你可真同人性啊 还会像小狗一样咬尾吗 嗯 以后你就叫纳图好了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哈哈哈哈 鲁库咬了一只鳄鱼的事 很快便在村子里传开了 要知道鳄鱼可是非常凶猛的 常年的鳄鱼连大象也敢攻击 甚至还会吃人 于是大家都劝鲁库杀死那只小鳄鱼 但鲁库却坚持要养着它 鲁库 你怎么能养鳄鱼呢 太危险了 要知道鳄鱼可是非常凶猛的 它们会吃人的 那图只是一只小鳄鱼而已 它一点都不危险